中共政局动荡 日前 已经落马的苏荣被免去中共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职务等 宋林 叶万勇被撤销中共第十二届政协委员资格 据称 叶万勇的落马是因为深度卷入周永康案 山东辽城市 某经济开发区因为征地款没发放 拆迁补偿不合理 村民上访和阻拦施工 被喷毒 毒气暴腹 导致十二名村民受伤 包括一名六岁小孩其中四人重伤 香港警方礼拜三进行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演练 动员超过一千人 演练长达九个小时 演练内容包括以最低武力驱赶人群及清场 目的显然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占领中环行动 海外云端储存网站 Dropbox2010年就开始被中共封杀 直到今年二月才解封 不过竟然又船被封锁 所有功能被全面禁止 专家指出 Dropbox或解封的原因 到底是Dropbox有保安漏洞 还是Dropbox暗中与中共当局合作 都是为直输 新唐人员台电视真理报道